5月27号一大早,40多名单车网友聚集在何泽天香公园门口 这一天的骑行对于他们来说很有意义 因为他们要把资助款送到困难学生手中 5月27号早晨几点半 41名单车骑友来到何泽开发区丹阳办事处李大庙社区沈建广的家里 沈建广正在上学,父母都有残疾 靠在火车站骑三轮车挣钱,没有固定的收入,家庭生活比较困难 这是当天骑友们捐助贫困学生的第一次 从沈建广家出来以后 他们一路骑行来到了牡丹区沙土镇河南宋存王家庆同学和南原庄存原科科同学家 为美人送去500元爱心款 我们这个网友单车呢 就是说从这个010年的46月24日开始骑车的 骑车以后呢 在011年纯洁回复骑行以后 就我们感觉到可能有一些家庭比较困难的害者 这样呢我们希望在这个骑行过程中呢 穿插着制度一些平均态的 这样更有意义 据了解这些单车骑友都是合资程序人 他们有的是做生意的小老板 有的是在骑事业单位上班 大家都是在网上揭示的 他们在社会上寻找一些困难学生 然后通过网络向企业募集资金 每到节假日 这些骑友们便聚集在一起 骑着自行车将募集的资金送给那些家庭困难的学生 自2011年以来 他们通过这种方式 已经资助了上半名贫困学生